地藏菩萨本宴经 地藏菩萨本宴经 佛告文师十里 必如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草木丛林 道马足为三十为成 一物一树作一恒合 一恒合一杀一戒 一戒之内一臣一戒 一戒之内所积成树 尽充为戒 地藏菩萨正十地果位以来 千倍多以上亦 这个 这一段文字啊 是佛陀在讲 地藏菩萨 在很多世以前 到底有多少 这个世的这个时间呢 啊 他的修行啊 他所度化的众生啊 他自己本身 发什么样子的厌啊 有多少世的这个时间 做一个比喻 释迦摩尼佛做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啊 不得了 是天文数字 没有人可以算得出来的 这个佛陀告诉文字实力菩萨 好像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晓得三千大千世界已经很大了 我们这个一个世界 一千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日夜新鸣 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一千个 叫做啊 小千世界 那么集一千个小千世界 叫中千世界 集一千个中千世界 叫做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这里啊 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大千世界的三千倍 这个在这些世界当中呢 所有的草 所有的木 所有的丛林 你说草木有多少 不可数不清的 你说今天啊 师尊这个真活命宴 前面的草有多少株 你们啊 趴在地上 在我草地上算都算不出来 单单真活命宴前面的草有多少株 你们就没有办法算了 他现在是讲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草 不是只是所有的草 木 你知道吗 彩虹山庄有多少根木 你们去算啊 你们去算啊 算一天也算不完啊 每一根做记号 一根一根多少木 所有的草 所有的木 所有的丛林 有多少丛林 所有的稻子 所有的麻 所有的竹子 所有的尾 不只是所有的这些植物啊 不是所有的植物 包括非生物 所有的山 石 围城 灰尘 老天爷 这简直是这个比喻是不得了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 包括灰尘 就好了 他整所有的植物 跟所有的山石围城 每一件东西啊 算着一条恒河 算一条恒河 算一条恒河 印度 恒河是最有名啊 佛陀经常喜欢用恒河来做比喻 因为 他以前在恒河里面洗澡 沐浴 所以他对恒河的印象最深啊 我们对恒河的印象当然不深啊 因为我们没有 你没有去过印度 你又不是在印度人 又不是在印度出生 我们现在是对那个 Sammimisi Lake Sammimisi 印象最深 这个湖 Sammimisi湖 以前我住高雄的时候 对高雄的爱河印象最深 在台北对台北淡水河印象最深 在台中岛没有什么河 台中就有一个Sammond Lake 日夜谭 印象 其实也不在台中在南投 印象比较深一点 那么他又讲到恒河了 这一个一个非城啊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任何一个东西的一个非城 就当成一条恒河 就当成一条恒河 这个不只是一条恒河 每一条恒河里面的一恒河里面的恒沙 一个沙呢 算作一个界 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 一沙就是一世界 那么一个世界之内啊 里面的又一个 又一个非城 又一个围城 就算作一个界 一界 一界 一界啊 这个界的时间 代表时间很长很长的 一界之内啊 在这一界之内啊 又所有的非城 又所有的非城 尽数窗为界 全部都是界 他说地藏王菩萨 证明到十地果位啊 菩萨第十地的果位以来 那一千倍的这个 不但这些数目又加一千倍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数这个数日的 因为释迦牟尼和我讲啊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算成地藏王菩萨度众生的实践 那么所有东西当中的一个非城啊 代表一条恒河 那么一条恒河里面的所有的沙 都代表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里面的灰尘啊 都代表一节时间 那么一节里面的所有的灰尘啊 又代表着 我没办法讲 没有办法讲 释迦牟尼佛这种比喻啊 老实讲我看这一段经文啊 我实在是难以接受 哈哈哈哈 因为他单单讲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比喻 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了 所以他讲说他这个所做的行啊 所行的厌 跟所度化的众生啊 仍然是没有办法去计数 今天是佛陀啊 用眼睛看了 用佛眼看了 能够知道地藏菩萨 所行的功德有多大 今天是释迦牟尼佛讲了 讲这个地藏菩萨了好几世 以前他行了何种行 做了何种宴 修了多少行 度化多少众生 成就十地菩萨的果位 这佛陀他是做这样子的比喻啊 他讲说不只是这样子哦 他一千倍啊 这个比喻的一千倍 才算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功行 我们想一想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地藏菩萨本身啊 他的行愿啊是非常深的 无止境 这释迦牟尼佛是用比喻来讲 谈到前几世的功行 啊这个师尊啊 这一次去大陆 到了西安呢 西安有个大雁堂很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有个大雁堂 我们以前读地理的时候啊 读历史啊 大雁堂 非常嚮往去那里看一看 西安的大雁堂 因为那时候啊 唐玄庄啊唐朝啊 玄庄房地 啊不是玄庄房地了 唐朝的时候啊 这个皇帝曾经派这个玄庄啊 到西域去取经啊 那时候皇帝啊 派这个玄庄啊去西域取经 回来啊 他就是在这个大雁堂 在那边易经了 曾经在那边易经 这个玄庄啊 曾经在那里啊 这个易经了 在大雁堂易经 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个 檀商杖 哇 玄庄 这个西游记 哦 心里非常嚮往去看 哇 玄庄 在那里易经的耶 那个地方我们去看 走来一圈呢 那么我也想到一个字啊 这个燕 这个燕呢 大燕 诶 为什么要起成为大燕塔呢 为什么别的不起 起成燕塔 那么 他其中也 关系到 释迦摩尼佛的前世 我们很小的释迦摩尼佛 曾经做过相王 相啊 相王 那么也曾经做过这个 鹿王 鹿王 做过相啊 做过鹿啊 大家都很少人知道啊 佛陀也做过燕 燕子 做过燕子 那个是以前古时候啊 在很早很早很很早 是以前 有一个国王 他想要吃这个燕 燕肉 燕肉啊 燕肉 那么就派一个这个猎人呢 去打猎 空中啊 刚好有五百零二支 我讲是五百零二支啊 那个经书上写的都是五百只燕子 飞过去 其实是五百零二支啊 五百零二支燕子 这样飞过去 哎 我师尊算得很准 五百零二支 五百零二支 五百零二支燕子 飞过去 那个猎人呢 就用王 去往那个燕子 往到燕王 那那个燕子的王啊 刚好被那个猎人 给他往住 跑不掉 那么要把他杀来给这个 国王吃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支另外有一支燕子啊 从虚空中又飞下来 啊 就眼睛就流泪啊 就是好像哭泣啊 舍不得 这支燕子被国王吃掉 那其他的五百只的燕子 全部在虚空中飞 也不也不飞走 就是说 因为这被网的那一支燕子 是燕王 是燕子的王 那国王就看到这个情形呢 又有一支燕子 飞下来 跟国王祈求啊 不要杀了 这支燕王 那么五百只燕子 在虚空中飞 也不忍离起 这个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这个故事 他是讲他的前生 好了 这个 谜题 这个 揭晓 这支燕王啊 就是 释迦牟尼佛 这支燕王就是释迦牟尼佛 那 那么 要吃这个燕子 燕子肉的这个 国王 是 是阿 阿 阿 西 四王 阿 西四王 那 那么 这个猎人呢 就是提搏 达 猎人就是提搏 达 那么 这个飞下来 跟这个国王 哀哀求告的呢 就是阿 就是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 那么空中啊 五百支燕子啊 就是五百罗汉 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燕子 为什么起塔叫做大燕塔 在我的想法 当然这个燕制啊 是纪念佛陀的 啊 因为佛陀曾经当过燕王 啊 燕子的这个王 哎 这个燕制啊 不是那个 这个燕子啊 不是那个燕子 而是那个 非燕的那个燕啊 啊 一个 一个 一 一横 一边 然后底下一个柱 一个人日旁 那个燕 那个燕跟那个燕不一样吧 不同啊 两种不一样 不要写错了 你们在记录的时候 不要写成燕子的燕 是呢 啊 像那个我上次讲的 那个金莲正宗啊 啊 龙门法派 他把我金莲啊 是黄金 那么莲花的莲 是金莲啊 啊 龙门法派 金莲正宗 他给我弄成 这个京都的京 一年两年的年 哇 他差大倍了呀 哈哈 他差很远了啦 这个燕 这个燕子不是那个燕子啊 不一样 大燕塔那个燕 这个佛陀在这个讲他的前世的时候啊 他也有很多的前世 地藏菩萨一样啊 有很多的前世 这个大燕塔啊 又有一个传说是这样子的 这个燕子啊 当初的时候啊 这个小圣的这个佛教 小圣的佛教 我讲过嘛 佛陀时代啊 是修行小圣 小圣 那时候大部分出家的比丘啊 啊 都是比丘尼啊 这个荤树不拘的 也就是荤的跟树的都 一样都是吃的 释迦摩尼摩本身也有讲过 他是用方便的方法来度众生 那你吃树是行特别法 所以分树那时候的那个生文啊 也一样了 都是修生文圣 说修小圣 那时候就是分树都不拘的 那么在印度的时候啊 也是一样有一个寺 有一个寺庙 有一个寺庙啊 有一个寺庙啊 那时候刚好易到饥荒啊 没有东西吃 没有东西吃 那不管分的也没有 树的也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么比丘啊 二三十个人啊 都大家都是二肚子 那么有一个比丘啊 在这个寺的上空啊 看到有一群燕子飞过去 一群燕飞过去 他就讲了一句话啊 简单我用白话跟大家讲 就谈了一下 哎呀 这个修行人啊 没有东西吃啊 这些燕子都不知道供养啊 他看到那些燕子 就想到那个燕肉啊 这些燕子飞过去 都不知道供养 我们这些修行人啊 都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那就讲了这句话以后啊 其中有一只燕子 就从空中掉下来 掉到这个比丘面前 嘟 哎呀就死了 哇 天室的 天室的这个燕肉啊 那么这个比丘就讲给其他的比丘 听 说这个燕子死生 来供养所有的这个修行人 那么 所有在场的修行人都说 哎 就想到说燕子都能够舍他自己的身 来供养所有的修行人 也就舍不得再吃那个燕子的肉 以后呢 这个世里面的人呢 全部都改成素食 就改成素的 就是说啊 这样子 伤啊 伤生不太好 杀生不太好 所以 以后这个 这个小圣的 这些修行的身文 全部改成吃素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燕子的这个 所以这个燕 大燕塔也纪念这个 纪念这只燕子 那么也纪念了 也可以讲是纪念了 那是释迦摩尼佛 纪念这个佛陀 佛陀有很多 就是这个本身的这个 这个故事 佛陀不是经常犯这个偏头痛吗 那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 啊 知不知道 又是不讲话 ok 我稍微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这佛陀以前呢 曾经在海边 他生长了 在这个渔村里面 那么渔村的人抓掉一条很大的鱼 抓到一条很大的鱼 那大家都吃那个鱼的肉 这个 那个释迦摩尼佛 当初是小孩子啊 很好奇 就拿一只棍子啊 就敲这个鱼的头 敲上下 咕咕咕 把它敲上下 那鱼就痛得要死 那个鱼就痛得要死 哇 那一条鱼啊 就是琉璃王 未来的琉璃王 那个村庄里面的人啊 就叫释迦祖 就是未来的释迦祖 那么拿这个棍子啊 去打这个鱼头的 琉璃王的头的 就是释迦摩尼佛 那么他的这个因果啊 就变成这个样子 琉璃王 因为释迦祖的人 吃了这一条很大的鱼 就是把琉璃王吃了 所以将来琉璃王 会灭掉释迦祖 琉璃王灭掉释迦祖 因为释迦摩尼佛 当初的时候 拿棍子打了琉璃王的头 这条鱼上下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患偏头痛 所以这个也是前世啊 佛陀的这个前世的这个本身 本身经里面记载的 想一想看啊 这个也都是很微妙的这个因果 提伯达多当猎人 那么抓了这只燕子 那个阿西四王 把这个燕子放了 那阿难飞下来 哀哀求告 那五百罗帕 这五百只燕子在西空中飞 这个都是很因果 而且讲起来很神妙的这些 阿这些事情 那师尊呢 到了这个西安去看那个大燕塔 看了以后啊 这个觉得很向往那时候啊 唐朝 贤庄法师啊 唐三藏啊 在那边议经 翻译经典 那从这个大唐西域 天土去取经回来 脚踏了那一块地以后 想要去看贤庄 那贤庄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 啊 那个大燕塔啊 那一种 我们也没有 那时候也是关起来的 不能够进去 想这些啊 都想到前世的事情 那么佛陀呢 他主要用这个比喻啊 就是来讲 地藏菩萨 一样有这么多的往事 是者能回味 这个不适合那个世啊 这个世界啊 这个是往事 只能回味 他有很多事很多事 到底有多少事呢 佛陀已经讲了 三千大千世界 的围城 一围城成为一恒河 一恒河当中的沙是一界 一界当中的围城又数不清 那么有一千倍以这样子的围城 这个时间很长 所以地藏菩萨的功德 真的是很伟大的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 阿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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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